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国家安全处 12月29号针对网络媒体立场新闻 以及其他人展开搜查行动 并且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欺人 据香港媒体报道 被捕人士中包括香港艺人 立场新闻前董事何韵诗 当天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贵华交代案情详情 国家安全处在今晨开始的时候 香港不同的地方采取了执法的行动 行动是针对一个网媒立场新闻 以及其他人串谋发布多篇带煽动性的文章 行动中警方以刑事罪行条例的第九和第十条 即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一共拘捕了七人 包括了三男四女 年龄介乎34至73岁 其中包括了该网媒的编辑 和一些时任的董事 他们对这个机构的偏才和公司的策略 是担任主是很重要的角色的 据悉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也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 实施细则副表3发出冻结财产通知 冻结立场新闻约6100万港元资产 是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历来侦破案件中款项最多的一次 李归华指出调查显示 该机构涉嫌由2020年7月至2021年12月 不断刊登多篇带有煽动性的文章 企图引起震恨或藐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我们发觉这些煽动性的文章其实都还有一些的用处 我们发觉其实它有一部分是要来煽动其他人分裂国家 煽动他人是颠覆国家政权 或者呼吁外国制裁香港特区政府 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这些文章通常是有一些已经被捕的人士 又或者是由那些所谓行国制线的逃犯 以驳客身份来提供 据悉 立场新闻当日下午发布公告称 及时停止运作 网站及所有社交媒体立即停止更新 所有员工已及时遣散